其實這整起事件 讓民眾覺得最匪夷所思的就是 取締衛大安全帽 怎麼會變成激烈槍戰 這當中行警的部分有沒有疏失 都還要查 戴著眼鏡的這名女子 就是當時在現場募集過程的 機場女保全 她趕到警局做筆錄 仍然驚魂未定 態度相當低調 我剛講的我都已經講完了 這起警匪槍戰 發生在19號下午 張信賢犯在台中清泉岡機場 航空站內開了12槍 其中一槍卡彈 警方還擊14槍 過程中還波及到 另一名無辜的旅客 她是背向 背向那個張賢 所以說今天我們原判 這個何姓這個女性的旅客 她這一槍 也就是張賢所射擊的 當時23歲的何姓女子 剛從香港出差回台 發現有衝突 立刻躲起來 由於背對張信賢犯 所臀部意外重擔 到院時生命跡象穩定 但彈頭疑似留在體內 必須開刀取出 左臀有一個超過一公分的一個傷口 來生命真相還算穩定 案發後7個小時 航警局緊急召開記者會說明案情 針對康信員警 槍支被嫌辦搶走 爆發激烈槍戰 是不是有責任疏失也作出回應 這次不是我們能夠預知的 一般的人不會做這種動作 一般常常他沒有 他不可能會做這種動作 所以這種突發狀況 也是一種個案 康警魚強調案發前 康信員警會掏槍 只是想用槍柄擊昏嫌犯 沒想到確定要落在地上 才會被嫌犯搶走 一切都是突發狀況 不過員警搶槍搶輸嫌犯 引發激烈槍戰 造成一死兩傷 也讓警方的面子嚴重掃地 藉了李孟章 主委儀司 網約方 SNG小組 台中報導